要减肥哦 接下来是环球洞察 环球联网时间 因为二月份有好多的好消息传来 全世界18个海外法人公司 所传来的一些好 他们的畅销 前五大畅销产品的消息 会带给我们 作为一个环球流通企业大多美 它有哪些产品在全球 都受到全球消费者的好评 让我们通过环球联网 这个栏目来了解一下吧 大家好 这里是环球料旺 大家最喜欢哪一款爱道美产品呢 蜂蜜饮 保健食品 还是化妆品呢 有人说好产品这么多 我怎么知道应该选哪一项呢 其实我也一样 你让我选一样的话 我也会觉得好难 因为爱道美的好产品 实在太多了 爱道美之所以好 是因为它持售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这一路选 属于一种绝对的产品 好了 我们进来再了解一下 这些绝对产品 在环球市场上 是如何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的 不但在国内 在国外也广受青睐的爱道美产品 都有哪几种呢 好 我现在将为大家介绍 前五位最畅销的爱道美产品 改善人体免疫机能的爱道美 旗舰产品爱道美蜂蜜当归饮 累计销售1900亿韩元 销售额达到15000亿 这1900万套是一个什么概念 大家能够想象得到吗 每一小包含量是20毫升 这1900套的总容量 就可以达到2200多万升 还是没有感觉 对不对 我再说一下 这2200万升 液体能够填满 八个 九个福克奥运标准的游泳场 尤其时下 有个新冠疫情 人们比较重视免疫力 所以爱道美蜂蜜当归饮 这更是人气爆棚 它是韩国原子能研究院所研究的 单独认证型的产品 在世界的舞台上 也大放 溢彩 第二位 爱道美绝对产品 爱道美绝对产品 它发销售量前为的第二 就是爱道美20洛特真颜护肤套装 2017年9月份 上市以后已经在13个国家地区销售 是最有代表性的化妆品 它的核心技术 CentroTip技术 以获得PCT国际基专利 已经在中国好多国家提出专利申请 上市仅仅三年半的时间 累计销量已经达到141万多套 销售额约3000多亿 141万8000套 相当于人口146万的大丘市民 人手一套 销量真的很惊人 如果你想留住肌肤的光滑 就请你用爱道美的爱什罗特真颜吧 第三位是爱道美绝对产品 Top 5 第三位 不变得美丽 不变得声誉 爱道美经典护肤五件套 十年以来 他一直作为中间力量的这个爱道美护肤 品2019年以经典套装这个名字 重新上市 他也是国内技术化妆品的排名第五位的畅销品 这个经典五件套呢 上市在短短的时间内就销量就超过了71万套 销售额达到了500亿韩币 内涵高纯度技术 发酵技术 多重液晶胶囊技术 这四大技术再加上 他所用那个独家的使用的新原料 打造了这么好的产品 十年辉煌将会延续成百年的 用了一次以后就再也离不开的爱道美绝对产品 加新笔之王 那就是爱道美的牙膏牙刷 不但是性价比高 而且是性价比也很高 牙膏3000块 牙刷990块 好便宜 会员都非常喜爱 这么便宜的牙膏牙梢 牙膏是2900亿 牙刷是1000多亿 创下这么多的销量 牙膏是2000万套 牙刷是2400万套 这样一个销量 如果我们把这些牙膏牙刷排成一条线的话 长度将会达到58000公里 地球一圈的周长是4万公里 也就是说这个长度比地球周长更长 数字非常敬意 里面还添加了99.9%的金粉 而还有封胶的牙膏 大家都有在好好用吧 第五位 爱道美绝对产品 第五 销量第五的就是爱道美清洁护肤四件套 深层清洁乳 泡沫清洁乳 去角质凝胶 还有斯拉式面膜 有着四大产品构成 在新冠疫情时代 人们习惯在居家美容 所以这个产品非常的有人气 到现在为止 销量达到250万套 销售额达到800亿海银 让您一年365天保持亮白 亮白肌肤的秘密就在于爱道美清洁 四件套 现在就用它来进行每天每天的护肤管理吧 这些国内国外都非常受人青睐的销量前五位的产品 使用这些产品的国外会员 他们都是怎样来评价这些产品的呢 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现场发言吧 第三天我就感觉到了效果 我开始觉得体力充沛有精神 工作时也能更加的集中精神 以前我也吃别的保健食品 但是他们的效用都没有蜂蜜当归影这么好 但是就是在一个不经意之间发现 好像这几个月我都没有感冒 然后我精神状况也非常好 那甚至我生理期就是有一种没有感觉的感觉 然后自己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变得很好 所以后来我就是持续开始在使用这个产品 因为我做空检嘛 我做了16年 经常需要化妆 因为化妆品 那些化妆品 所以我的皮肤变得好差 肤色不均匀 然后皮肤也非常的干燥 但自从开始坚持使用艾什洛特人眼的产品 我的皮肤就得到了改善 让我自己都觉得眼前一亮 现在我用了快一年了 我对它非常非常满意 我一说到艾德美的牙膏牙刷之后 我去到那个洗澡间里 挤出一点牙膏来试一试 阿德美牙膏只用一点点 就会给你带来莫大的满足 我要用心的用它来刷牙 期待着它的效果 结果呢 哇 用完以后让我感觉好开心 甚至连心情都变好了 那我最喜欢用的就是我这一套经典舞剑 那舞剑组呢 它非常的棒 对 然后我擦了之后 我觉得它的保湿度非常的好 从早上擦 然后一直可以到晚上 如果说没有擦的话 就感觉脸上 就说会 会比较干涩 对 那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保湿的效果 非常棒 我现在已经用两个月了 我觉得它的那个性价比蛮高的 清洁护肤系列这个功效 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环球西亚老美的环球实力了呢 阿端美 如果说它在面对一个 面对一个新的市场 它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让我们有请 正在筹备 巴西新法人公司的 伊远莫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伊远莫 代表理事您好 巴西 跟韩国分别位于地球的两端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从巴西飞到韩国要有多长时间呢 一般需要是一个小时 但是疫情期间还要进行病毒检测 检测 所以我们一共花了三十多个小时 因为要进行病毒检查嘛 那巴西的疫情现在怎么样呢 排名 确诊人数排在世界第三 蛮严重的 那么我呢 因为我还没去过巴西嘛 所以那个 我觉得你应该先消消毒 再来一次 巴西也常用这些消毒品吗 是的 你如果觉得 在巴西推出上市这种洗手液 应该会畅销吗 我觉得会的 刚才我说了 艾德美 最受欢迎的 Top5 这五大产品 您在这五个产品里面 你最推荐哪一款呢 我觉得应该是蜂蜜当归 因为我每天都在喝 他还有艾什洛特针炎 我也很好 我也一直在用 我最想推荐的就是艾什洛特 这个化妆品 怪不得您皮肤这么好 原来你是用了艾什洛特啊 谢谢你的夸奖 那你觉得巴西人也会喜欢 这个艾什洛特化妆品吗 当然 最近韩国化妆品在巴西 越来越火爆 像我们这么好的产品 价格却这么低廉 巴西人当然会喜欢 除了艾什洛特之外 你觉得艾德美哪种产品 会受到巴西人的欢迎呢 我觉得那个经典护肤 头片应该蛮受欢迎 还有好多巴西人 已经开始喝那个 喝那个蜂蜜当归饮 还有那些南美国家 像哥伦比亚 墨西哥 艾德美已经进驻那边了 那些人对艾德美 他们有什么好怎么样 那边的反应也很激烈 现在秘鲁啊 瑞拉啊 智利啊等等这些国家 他里面的会员 他们都非常期待艾德美 能够有一天 进驻自己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 在巴西这个市场上 我觉得应该会有个 蛮好的前景 等我们公司打下基础 坚实的基础之后 我们就会去开拓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邻国 那些国家市场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 这些产品呢 我觉得 这就是因为韩国品牌 在那些南美国家 人气一直线上升的缘故 像韩国的食品 韩国的那些化妆品 还有韩国的连续电视剧 都非常的有名 所以那些国家的人 对韩国的好感开始上升 所以对韩国的产品 也就会上升 像我们公司产品 非常好嘛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那么 等进入巴西那些国家之后 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才会走向成功呢 我觉得只要 秉持公司的哲学不动摇的话 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在跟业界 其他工作相比的话 我们的奖金系统 都非常的公平公正 我们只要保持这些优势 就一定获得成功 因为我们比那些别的企业 更加具有优势嘛 巴西公司就快开业了 你有什么感想 或者说什么决心 想对大家表白一下吗 有人说 巴西是埃德美所开脱的一个 最后的一块最大的市场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 我相信巴西公司会成为 南美的市场的一个 前哨的一个基地 然后为阿根廷 巴拉国这些国家 我们都会继续进入进去 我们要把巴西打造成 第二个巨大的中国市场 这就是我个人的目标 为了我们公司的将来 为了我们埃德美的广大会员 以及我们埃德美的员工 我一定会走向成功的 我对此抱有坚定的信心 最后我们巴西怎么说再见呢 叫 叫 那么我们一起向观众道别吧 用说叫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说 叫 好 好 中文字幕——YK